昨天我们花了一点点时间 谈到的就是澳洲的这个ABC News 澳洲广播公司 那他们这个媒体里面的报道呢 就告诉你说 这个黄澄澄的金条啊 里面大有问题啊 到底是不是有含杂质呢 然后呢铸币厂 铸造出来的 是不是根本就不符合规定呢 然后还卖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上海黄金交易所呢 是直到2021年才发现 杂质超标 然后就开始引发了一个争议 好 但是呢 当然我们要说 现在当然关键就在于什么 到底这个金条 你说它到底有没有什么 纯度不足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The Perth Mint 也就是澳洲博斯铸币厂 那么他们发了一个最新的声明 回应ABC TV他们的这个报道 就说呢 卖给中国客户的金条的黄金纯度 和价值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始终含有99.99的黄金 从来没有争议 而此外呢 上海黄金交易所 其实他们也发了声明了 强调的是这个报道内容背离真相 已经构成对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名誉侵权 向外媒体没有尽到审查责任 导致失实的内容讯息在网络传播 对于上海黄金交易所他们的声誉也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所以呢他们要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力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好所以我们看到两边都发出了严正的声明了 所以赖老师看到这里是不是真的就可以 真相大白还给他们清白啊 还没有要经过法律 要经过这个官司 因为目前APC那是澳洲的广播公司 它的一个指控 因为它等于是说独家内幕解幕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说澳洲自己由政府背书的全球最重要 唯一的由政府背书的铸币所黄金铸币所 它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掺杂质 掺了一些铜啊银啊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一点重量 然后重点是节省一点钱 就偷一点钱啊 省钱 省成本 因为其实是偷一点钱 但是目前来讲只偷了几十万 这个实在是不太合理 不管如何 它就指控说2018年开始 然后之后他们开始卖给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2021年的时候发现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含金量高于 他们铸币所的含金量的要求 那就发现有两条有问题 所以就退回去 要他们去这个弄清楚 那当然这个对于这个铸币所 他承认他有瑕疵 他们承认了他们有瑕疵 但是ABC的一个指控是说 从被上海发现之后 再强调是被上海发现之后 他们之后的黄金 就完全按照标准了 对 按照谁的标准呢 上海黄金交易所最严格的标准 完全按照他的标准 所以2021年之后 就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瑕疵品 但是这个之前呢 有瑕疵品 而且已经运进中国 有100吨这么多的黄金 这是他们所指控的 然后他指控的 这是朱币所 朱币所目前在跟他们 在跟他们打官司 那是朱币所的问题 可是他引设的是说 上海黄金交易所 在2021年的时候 知道这件事 而隐瞒这个事实 隐秘不报 这个时候就这个对于上海 黄金交易所来讲 他说这个是 称赦了我信誉的问题 我要保留进一步的 法律的追溯权 那我这边用政治判断 我不是用司法判断 司法判断就是 等到上海交易所去告 也就是说ABC 如果没有认错 然后上海交易所 对他提出那么控诉的时候 那由法官来判断 但是我就政治上来判断 我觉得发生的时间 是在2021年 中澳的关系最紧绷 最坏的时候 因为是前一任的政府 不是现任的政府 是前一任的政府 慕里森 慕里森那时候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已经紧张到非常不行 各位你想想看 关系这么的紧张 彼此之间的贸易战 打得如火如荼 上海交易所如果 发现是大量的有瑕疵 而他怎么可能会隐秘不报 他当然是往上报 然后这变成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丑闻 我觉得两国政府都要面对的事了 也就是说澳洲你这个政府的背书的铸臂所 本身缠杂质来偷钱 这个是一个可以把慕里森政府 好好的打一巴掌的一个事情 怎么可能他会隐秘不报 所以我从政治上的判断来说 我觉得ABC这个报导有问题 但是我在强调 我是从政治判断 不是从司法上判断 所以你是说他其实是剑指的是 澳洲自己的内部的问题 因为是澳洲的广播公司 指控自己的政府背书的最大的铸臂所 偷钱应该讲 然后上海知情不报 对不对 隐秘事实 那这个对于一个黄金交易所隐秘事实 这牵涉到信誉的问题 那这样以后大家都不信任 这个上海交易所了 因为我觉得说 你的黄金会有隐秘不报 你查到有问题 你还敢隐秘不报 那我对你这个交易所就不信任了 而你知道在金融里面信任是100% 当然 信任是绝对不能有瑕疵的 那你只要你的消费者觉得我不信任你 那这个交易所不用办了 关掉算了 因为没有人信任他 所以这个上海交易所 当然要维护自己的信誉 100%的完整 你当然要对于ABC提出指控 你不能只保留这个法律接触权 你应该要直接告 好 但是因为说真的 我一开始我实在也没有所谓的 这个像赖老师这样的政治判断 因为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所以是要讲 中国大陆那边买来的那个黄金 是有问题吗 这个澳洲的媒体 它是不是真的是要 这个为了要抗中 就不惜把自己的这个 铸币厂的这个事情 给它抖出来掀开来 就只为了要让大家有个印象说 你看在大陆 他们买来的这个黄金 其实不纯啊 是不是真的就要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 那但是呢你知道因为最近啊 苑老师 因为毕竟这个中国大陆 你看最近减持美债 然后买了很多美元嘛 那买了很多美 买了很多黄金 更正一下 买了很多黄金 买了黄金买了黄金 所以是不是难道 会跟这样子的一个举措有关呢 因为我们再掀开来看 这个澳洲的媒体 它过去真的就有很多 对中国大陆比较不友善质疑的这种言论 包括什么呢 早在2018年的8月 中国就封澳洲的这个ABC网站了 然后呢后来你就看到在2019年 这个ABC News啊就报导什么呢 新疆是世界最大监狱啦 好2019年说 国会遭到红色渗透了 澳洲斥资18亿 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反共谍 甚至连这个澳洲的媒体还报导 六四后最大抗议的白纸运动 敲响中国清零政策丧钟 这个都是跟澳洲的这个媒体 ABC News有关呢 对对对对 大家知道ABC BBC 澳洲那个AZ Australia 它是一个国家通讯社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代表 我自己在澳洲读书的时候 我家里曾经在一个珠宝店打工 也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黄金的这个纯度 它是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测得出来的 我对这个消息 就是说PERS的这个铸币厂 出现的黄金的纯度不够 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 为什么非常不可思议呢 我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原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纸币 其实它里面真正的 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黄金 黄金的话 如果这个纯度出现问题的话 那每个政府都会要 你不管政府多穷多富 它都要以它的黄金储存的数量 来维持它的货币的发行量 这是一个非常可以 所以这个黄金的纯度 是没有人问的 而且有非常非常具体的 检验的仪器 那个时候我都看过一种小小仪器 就是黄金本身有个融与水 然后一点以后 它能不能到达那个标准 它就会出来 非常非常好查证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牵涉到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这个单纯的是一个 人魔不脏的事情 人魔不脏的 然后呢 这个得不偿失了 因为PERS注笔厂的话 以后它这个声明 就被人敢要的 因为黄金要练到纯度 并没有很难 因为黄金的那个延长性 是非常非常长的 所以它融点也很低 什么各方面的话 就是可以让它非常纯正 而且这个事情的话 我坦白讲 ABC对澳洲 Morrison的时代 对中国印象很不好 但是它自己出现这个消息 我觉得这有点是真的明显的是 搬着石头 点着大灯 往自己的脚上砸下去 因为澳洲产的黄金 对澳洲本身是一个资源 非常丰富的地区 对不对 所以它做这种事情出来的话 那我觉得倒霉的是上海地区 他们买了这个 存值不够的这个黄金 让人家会感觉到 一件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在上海居然发生的 会感觉上听起来印象当中 刚刚我听到赖尔斯讲的话 这好像是就是说在报道当中 有这么一点 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单位 跟这个澳洲之间 好像一起共同来 隐匿了这个消息 那是那个澳洲媒体那样报道 对嘛 它是这样的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实在是也非常让人费解 我宁可相信 就是因为它的数额不大 但是这个对于 PERS的这个注币厂的伤害 是很明显的 是 好 所以刚刚就这个 又老师也提到了说 所以这澳洲媒体是拿到石头 砸到自己的脚了吗 可是呢 因为的确商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也欢迎你在聊天室里面 表达您的意见 那当然在线上 这个吴冠军 谢谢你又送出了 我们的头条开讲的会集了 这个头条开讲会集 列车正在启动中 非常的感谢大家 请大家也继续的多多的支持好吗 好 那么再请这个导播给我们看下一张 那么接下来说到了澳洲 我们刚刚谈到 但是接下来要请杨耀明老师 来跟我们来谈一谈 所以你说澳洲现在对中国大陆 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是不是很快就要有答案了 因为美国 英国还有澳洲 别忘了就是这个AUKUS 三国的领袖下周宣布 这个协议为澳洲筹获核潜舰的进展 那么英国卫报有报道说 英国成功争取到了为澳洲设计核潜舰了 这真是一个英国的好消息 然后还说澳洲的核潜舰 恐怕要等到2040年代才能够下水 那这中间怎么办 怎么来填补呢 那就要靠美国的什么 维吉尼亚籍核潜舰 来填补它短期战力的缝隙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所以意思是你看拜登13号要在San Diego接待 澳大利亚跟英国的领导人 然后呢到时候就要什么 三个人又要再一次排排站给你看 告诉大家我们紧密的合作 现在澳洲到底要对中国大陆方面 要采取什么态度呢老师 我先看那个英国的首相 这么的喜悦的 开心的 说我帮我们的造船厂的员工 的深入解决问题了 我觉得蛮讽刺的 这是一个这么大的军火耶 对不对 而且 讲历史的话你这个其实是不是违反NPT 核不扩散条约 是啊 我觉得是违反的 因为核不扩散条约就是说 你不可以把核子这个相关的武器 移招给 移转给 卖给这些非核武的国家 那不是核子动力吗 那核子动力不是核弹头 OK 那核子技术一定只有做在核弹头吗 武器的 那当然核子动力的这个浅见 这个一定就是武器嘛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违反 那你既然违反了这么严重的国际上的公约 而且是美国那个时候当时主导的 你英国也是跟随的 英国大概核子弹头有加近230到250 250枚 那就你现在很高兴的是我帮我的员工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这种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物啊 跟他自己的这个计算啊 都是非常的私心的 他不知道说这个对于整个亚洲的安全的冲击 我也不赞成 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讲ABC 澳洲的这个ABC 今天他访问了陆克文 陆克文我看到的报道 陆克文马上要去华盛顿做澳洲驻美国大使 他讲了一些东西 有一些我还蛮赞成的 他其实是非常担忧 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的提升 最后可能会出现冲突 他非常担心 但是呢 他说因为他现在做澳洲驻美国大使了 所以他居然对这个AUKUS 他说这个并没有 就是说违反 这个核不扩战条约 他也说 因为中国的海军不断的在增长 现在美国的报导导说 至少340艘船舰 是全国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海军数量 所以呢 澳洲也必须要提升自己的防御能力 我觉得这根本是找理由 跟你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那最严重的是他是说 中国大陆采取的是 No first use 也就是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 对 中国大陆核子武器 如果预照美国的解放军报告说 有400枚 但一般国际上任地 大概是350枚 所以因此呢 他说这个AUKUS 并不会成为 中国的核武的攻击目标 也就是这些潜见 那这就是整个都在找理由 那Albert呢 他的首相呢 今天的回应 就媒体问他说 你是不是会逐渐的五艘 这个就是说美国的动力前线 核动力前线 那他说我不做评论 我也很怀疑美国是不是 真的能够有五艘 你哪里去找五艘 美国现在要做M 要给这个乌克兰M1的坦克车 都还要新造的呢 如果这五艘可以新造 干脆不是帮澳洲去做了嘛 对不对 美国哪里挪出来这个五艘 那事实上美国现在的的确确 接下来这五到十年 美国自己本身的军备 面临到严重的清皇不接 跟维修的问题 所以他哪里在这个时间点去帮 就是说澳洲去做这个东西 因此我觉得这整个基本上就是 有那种大的是为了印太战略 把澳洲卷进来 有那种就是为解决自己的军工产业 选民的这种生计问题 有那种就是要合理化自己本身 其实是帮美国在做副警长 买这个违反MPT的这些核子动力前线 那当然是在针对谁 那针对日本吗 针对菲律宾吗 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海军 但是呢他把它解释为 这个其实是对方的调 这个威胁增加 我们不得不回应 那同时呢也不会成为对方的 就是说这个攻击目标 这个逻辑就不对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要回应 那怎么会不会成为 对张可能的攻击目标呢 所以整个这个逻辑 它完全都在自我自圆其说 但是我觉得实在是漏洞百出 是而且事实上呢 等一下这个要请教 这个赖老师补充一下 因为说实在的 刚刚我们在谈这个AUKUS 可是呢 在这个协议里面的内容 有包括一个事情 就是美国今后未来这几年 要加速的是什么 派他们的舰艇要到澳洲去 然后呢还说是2027年底之前 做到让美军的合同力潜舰 在澳洲西部的博斯 又是博斯 而且呢 那我们就说 美国真的有这样的实力吗 真的有这么强大吗 那现在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 维巴赫他还讲 说台海如果一旦爆发战争 击沉中国大陆的潜舰 势必是美国的首要任务 以防止中国封锁台湾 海军要努力 还说他什么空军连队 要在多个岛屿间演练 疏散机组员和战机的战略 所以美国盟国都在加强共同的演练 就是为了要对付解放军 对付解放军当然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首要任务 因为美国认为他的头号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 俄罗斯是次要的敌人 那只是说时间上比较紧迫 先处理次要的敌人 但他的目的还是要处理这个主要敌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要拉韩国日本 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等这些国家 形成一个围堵圈 当然还把台湾的民进党也拉过去 那形成这样的一个圈来对抗中国大陆 那先看一下前面所说的 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舰 由于这个核动力潜舰目前来讲还没有照 所以它是未来市 但是问题就在于2014年的时候 美国就开始有对于这个 您刚刚有提到威吉尼亚籍的这个核动力潜舰 他们有这个计划 总共要照66艘 一直要到2043年才完成 现在是2023年 要到2043年完成 20年后啊 20年后 然后当时他们的服役 就要到2060年左右就要除役了 所以一艘潜舰大概使用30年左右 因为你之前照的陆陆续续又退役了 总共照66艘的情形下的时候 他们只照了12艘到目前为止 12艘 所以美国自己都不够用 怎么可能我把我12艘拿出5艘给澳大利亚来用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空话假的 忽悠 忽悠 我们把它就是忽悠局 忽悠战略局 因为不可能 美国就有12艘 我拿一半给你澳大利亚 不可能的事情 没那么大方 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时美国由于它在雷根时代 跟这个前苏联搞军备竞赛 所以它大量的船舰都是在那个时代造的 因此现在已经三四十年了 所以它有三分之一的船舰都已经到了要退役的年限 全部都要退役要除役了 预估从今年开始 2023年陆陆续续五年内除役三分之一 各位以美国现在的最大的造船厂 不过就是四个造船厂 它制造不出来 新的战舰 水面的跟水下 它都制造不出来 所以美国刚刚有明兄有讲得很明白 他们会面临一个清皇不截的时代 这个是美国的国防工业海军的情况 那中国大陆刚好相反 中国大陆现在的造舰能力在全世界 不管是商船 民船 军船 军舰 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 而且它是已经是系统化 规格化 所以它一个船屋 您看到一些照片 它可以同时建造四到五艘 甚至到六艘 同时再建 就是动物二 第一 它可以同时一口气 那么建造这个四五艘以上 就我们讲大驱 大驱 就这样一直把它建起来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中国大陆的潜舰的数量不会少于美国 好 那美国还要分两大洋 就是大西洋跟太平洋 那一般来讲 在我们所了解的情形下 潜舰跟潜舰的作战 最主要的还是潜舰对潜舰战 空中有帮助很有帮助 但是主要还是潜舰对潜舰 各位想想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在南海东海 美国要跟中国大陆进行潜舰作战 没有优势 他怎么较量的了 没有优势 所以他那时讲大话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空话 空话 那个也是无法兑现 所以好吧 那看看这个麦卡锡讲的话 岳老师那你评论一下好了 因为他说他不会一味的同意拜登 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所以泽伦斯基邀请麦卡锡到访基辅 他说我不必去 他说我不会为任何事情提供空白支票 岳老师 我跟你讲 这个泽伦斯基真的是 已经是得意忘形了 他完全搞不清楚 这个他一直以为 美国人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 泽伦斯基最近犯了几个大错误 你知道吗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对于欧洲 就是讲所求无度 要武器 要人员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他认为说 我们乌克兰的孩子 都上战场 你们美国的小孩什么时候来上战场 在美国的话 这是最敏感的议题 美国人的小孩怎么可以上战场 美国人的小孩都是最后的 都是要安享中年 谁跟你上战场 然后最后的话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要邀请麦卡锡 他搞不清楚 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差别 现在美国共和党的议长 他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把拜登搞垮 这个泽伦斯基的话 跟拜登在他的眼里中 是合作无间的 那当然一起搞垮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泽伦斯基邀请麦卡锡来的话 他以为他在国会里演讲的时候 受到了大家的鼓掌 站起来鼓掌 他都得意忘形 根本就忘掉自己几两几斤重了 没有美国的支持 没有拜登的支持 没有拜登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他能够撑到今天吗 他自己看看现在乌克兰打成什么样子了 可是泽伦斯基其实还是蛮聪明的 因为你想想看 他如果请麦卡锡去 他也知道麦卡锡他身为一个共和党政院议长 本来就是说我要好好来查一查你乌克兰那边的军火流向 我要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是不是白花了冤枉钱 然后甚至之前也讲说我们不会源源不绝地供应你军火 所以现在这个泽伦斯基是不是请他到基辅来看看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堪廉啊 活得多么的辛苦 会不会引起他的什么测瘾之心会不会 泽伦斯基对麦卡锡卖惨他都没有做研究 他不晓得麦卡锡是怎么出身的 麦卡锡基本上是做国会助理出身的 他这种都是替组织在维持他们的整个情况 就是泽伦斯基他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他这句话麦卡锡跟他讲说 No blank check 一时就在骂是骂拜登的 因为这种事情对美国人来讲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美国人是非常小气的 美国人哪里有说什么开空白支票 让你自己填数额的 这个讲话的内容是让你感觉得到 美国国会内部的新的趋势 其实这件事情的话 因为麦卡锡跟川普是有约在先的 川普讲过一句大话 只要我到总统的第二天 这个战争就停下来 说明了一切嘛 对不对 那麦卡锡的话他的方向也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泽伦斯基有一点自讨没趣 因为你现在讲说No blank check的话 他也不说来也不说不来 他就说我不会给你空头支票 那泽伦斯基可以讲说你没有支票你来干嘛 他可以这样讲他不敢讲 好 但是杨老师那现在美国还是打台湾牌 那现在对于麦卡锡 麦卡锡他如果不来台湾 先让蔡英文在加州跟他会个面 那么当然现在也有看到在侨委会这边 有在立法院透露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到时候蔡英文过境美国会举办四场侨宴 美东则是确定会在纽约 而美西可能是在洛杉矶 当然了现在蔡英文的详细的行程是还没有出来 只是呢现在美国国务院方面 对于这个所谓蔡英文访美这件事情呢 怎么讲 普莱斯说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 是符合美国长期一个中国的政策 与美台强健的非官方关系 这不是新鲜事 而且还说蔡英文过去七年来六度过境美国 六度过境美国 可是我们就想要问说 那其实他在讲就说 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且好像以前都有一些先例 可是你说大陆方面的反应 会像之前李登会访美那个时候吗 不会了吧 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方面的实力跟现在 差很多啊 我们要想想看 现在真的大陆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 所以要怎么来评估这个事情的后续的影响性 这个应该是他的毕业之旅 但一定是超越毕业之旅的内容 也就是说虽然是他最后再任的最后一次去访美 但是呢一定不是单纯只是毕业之旅 我觉得他才希望创造记录 留下一个就是说这种政绩 台美的连结 以及他突破了台美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互动关系 过去这么多的不同的法案 台湾旅行法 台湾安全加强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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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第一个可以确认的 麦卡锡不会来台湾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四月不来 那八月他更不会来 因为这个会造成选举的影响 而且他也会造成台海的这个动荡 就他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美国也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就让蔡英文来 所以你看刚开始的时候 刘继坤 这个肖美琴去麦卡锡的办公室 就很显然美国已经决定了 不让麦卡锡来 麦卡锡自己配合 但是呢 后来黄重彦 这个总统服务名是 到了就是美国 AIT的这个总部 那就表示说他们在安排 这个蔡英文去美国 我觉得在洛杉矶的这一次 真的目前我看起来不是重点了 虽然媒体会看 麦卡锡跟蔡英文嘛 毕竟他是个议长 但我现在比较希望看到 但我觉得可能不会很快看到的 他的纽约行程是什么 我必须要讲 他是过境访问中南美 其实目标是美国 但美国是说你是过境来 但他根本是过境中南美 那但是这个纽约的行程 你说现在是拜登民主党执政 他怎么会把这个媒体的焦点 都放在他的共和党 他的对手跟蔡英文的这个照相 尤其你知道台湾跟蔡英文 对美国而言 是打对向中国的一个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棋子 所以在纽约的这个场子 他会哪一些人去见他 他会不会去康乃尔 我现在猜测这个我刚刚 这个算了一下 有可能四个人 贺锦丽 奥斯丁 舒立文 雷蒙多 当然你说那个交通部长 有没有可能 但我跟你讲交通部长 商务部长这些都低阶了 因为他没办法跟麦卡锡 这样一个地位比 所以要跟麦卡锡的地位比的话呢 就大概只有总统副总统 然后呢国务卿 国防部长跟国安顾问 拜登当然不会去 有没有可能是贺锦丽 对我们不巧而遇呢 对不对 你说刻意来不期而遇 不期而遇的这样一个 这种安排呢 这个过去李登辉访问 日本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安排 楼上是在举行一个 什么party 楼下他在做个访问 结果在中间交错 在电梯 后来拉了旁边讲一些话 这是发生过的 在日本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非常守 这个叫七二体制的 这个一中原则 所以在纽约 我们现在知道他会有乔宴 那他如果去康乃尔的时候呢 那会不会重演 李登辉2.0呢 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李登辉那个时候专门的访问 可是毕竟他去康乃尔 这有一点让人影响 联想到这个李登辉 那他在纽约会见到谁 一定二三十个两党的共同的 这个参议员众议员会来跟他 这个参序会见他 那我觉得这个行程 我比较担心 那这个轮行程 是不是一种提升台美关系呢 那看你怎么解读 是不是对赖清德的选举 有所帮助呢 这要看你的操作了 好 不过话说回来了 其实我们刚刚在谈 你说台湾 难道美国想要把台湾当作 是下一个乌克兰吗 然后再说到泽伦斯基 现在呢你说麦卡锡说 我不会一味的来提供什么 对乌克兰的援助 对于美国来讲 乌克兰是不是可以随时 或者是一旦这个情势扭转的话 他随时可以把它放弃呢 那台湾会不会也如此呢 那么你看像当时美国在阿富汗 待了这么久 结果后来仓皇的撤军 那么现在其实美国国会 他们也要去调查 有关于当时的阿富汗的撤军的事情 那么美国呢 你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就请了这个士兵 在这边现场的听证会做报告 那么结果你看他这一位呢 他说着说着都哭了 几度落泪 他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前中士 因为他差一点就在 克波尔机场恐攻事件当中殉职 但后来他当然也是身受重伤 他就说这个撤退根本是灾难 存在不可饶恕的缺乏究责失职 然后那天遇害的11位陆战队员 一名水兵跟一名大兵 都还没有获得答案呢 那看到呢 美国现在当然自己在追 追这件事情 有国会来召开听证会 可是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先给阿富汗人 这个当时这个有关于阿富汗的 这个海外的资产那么被这个美国扣住 到底是不是应该还给阿富汗的人民呢 结果我们反而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驻联合国的代表耿爽 在安理会上就此问题公开的发出了声明 强调美国是不是应该赶快的 把钱还给阿富汗呢 邰老师 美国当然应该要把钱还给阿富汗 因为这是阿富汗的这个央行的钱 那当时是美国扶持了这个 清美的一个政权在阿富汗 然后这个政府他有一笔钱 六十几亿美元就放在美国的这个银行 结果呢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垮台了 美国仓皇逃掉 逃掉的时候呢 这笔钱竟然把人家没收 这是阿富汗人民的钱 你美国凭什么把人家的钱没收 美国这样做的话 在国际上是背信弃义 而且随便没收一个国家的 主权的银行的钱 这简直是强盗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耿爽的一个提出来 在国际间有很多的支持者 他们都呼应 美国要尽快把钱吐还给阿富汗 美国到今天不肯还给阿富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您提到的有关于听证会 因为现在共和党正在组成 这个国会的听证会 再去要了解拜登当初 怎么下这个决定 因为很明显的是仓皇 半夜的时候弃甲 然后把他的美国的公民 还有美国的军人 抛弃在地上 他们的这些高官 这些高阶将领 高阶的军官 然后就落荒而谈 然后一个晚上就逃光光 然后留下来的人 看了他们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了 然后他们本身没有被运走 然后有很多当初 在美国统治阿富汗的时候 因为美国是非法占领阿富汗 在统治阿富汗的时候 帮美国人做事的那些美国的 那些阿富汗的翻译 驾驶 他们也被抛弃 还有就是政府的雇员等等 全部都被抛弃 全部都被抛弃 而当时这些人大大小小的 带着行李都到机场去 结果美国政府 全部把他们一手甩开 他们的军人坐飞机 全部逃光 留下来的这些 刚刚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他起来坐镇的 就是留守的这些士兵 他作为平民百姓的疏散 结果他眼看着 平民百姓在疏散的过程中 他们最后一班的飞机飞走了 是啊 而且他其实之前 已经有掌斗到情报了 可是却没有办法 及时的去采取行动 美国不只是自己跑 他还把他的联军盟国 包括德国等荷兰等 这些军队 全部他的盟国 全部抛弃了 这些国家的这些军人 差一点点都被歼灭 后来他们是因为透过法国 法国在当时在阿富汗的时候 法国对美国人不信任 所以法国自己的拥兵系统 因为法国在海外征战的 都是拥兵都是外国人 他们的拥兵系统 跟阿富汗的塔利班 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通道 所以最后这些北约的这些军人 绝大部分都是透过 法国的这个秘密的外交通道 把人送走 各位这个就是美国 该抛弃你的时候 毫不辞意 而且你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那位士兵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其实少了一只手和一只脚 然后说着说着几度哽咽 而且还事累 他其实觉得最难过的就是说 他其实都已经掌握到的情报 也像我们的标题写 他有发现炸弹客了 但是他已经承报上去 但是却没有授权去采取行动 所以才会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所以造成多人的死伤 这其实也是他所不乐见的 但是悲剧已经造成了 那我们就要来问 从阿富汗撤军了的美军 难不成现在准备 要把他的脚伸进墨西哥吗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最近我们也有在看 美国跟墨西哥 为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美国很不满对于墨西哥的毒枭 怎么可以把四位美国公民 把他们绑架 然后还造成其中两个人惨遭杀害 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 那美国也非常的严正的 予以什么予以强加痛批 可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这位格里汉他却要提案了 提一个什么案呢 说要为美军在墨西哥采取军事行动铺路 准许美军在墨西哥动武 用武力 那么其实The Hills 就国会山庄报这媒体 他们也报导说 美军在墨西哥采军事行动的话 需要动武授权 然后告诉你到国会上面 到底要怎么样来表决 现在白宫是怎样 想要强化边境安全的力道 那美国的国会议员就有人 这样子主张了 甚至可以由美军到墨西哥去 现在是把墨西哥也当作 美国的另一个州吗 这个美国习惯性的把这个 拉丁美洲就当成他自己的后花园 想进去就进去了 所以美国这个 第一个的话呢 美国就是好战嘛 然后又不害怕 然后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 本身呢 他讲这个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了 因为美国人一听到说 有美国的公民被墨西哥人绑将 你要知道美国人是怎么看墨西哥的 你从美国进墨西哥的时候 那是很容易的 就根本就查都不查 那墨西哥要进美国那可难嘛 对不对 美国基本上制造出这种感觉 会觉得墨西哥的话呢 好像就是他们的后院 想要派兵就派兵 想要驻守就驻守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刚刚聊到阿富汗 美国的未必啊 我跟你讲美国在阿富汗的话呢 20年来中打不赢那个 连鞋子都没得穿的 穿着拖鞋发飞弹的那个塔利班 美国人非常害怕这个游击战 美国人非常害怕游击战 美国人的话呢 那个大型的坦克大决战 他没问题啊 但是你这个游击战的话 在越南啊 在什么韩战啊 都是一样的情况 美国人本身的话呢 他不哀 这个他本身的话呢 人家不会给他痛快的 你不要以为说 美国到墨西哥就是长驱植物 除非你把那个当地人全部干掉 你敢吗 你敢这样做吗 你会激发大家的民怨 而且实际上的话呢 墨西哥的毒枭 的残忍是有名的 我还觉得留两个活口 不晓得出了啥事 照理说应该全部干掉的 这个是有名的事情 因为美国本身来讲 他自己已经意识到 就是他的所作所为 会引发当地人的一种怨恨 这种怨恨的话 在越南他吃了很大的亏 那在阿富汗的话 更不要讲 现在美国在阿富汗 所制造出来的结果 是让这个塔利班是肆无忌惮 因为他们击败了美军 然后美军猖皇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拜登下令 从这个阿富汗撤退的时候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对大家承诺说 今年的夏天 那天撤退是8月31号 他只做对了这件事 说到做到就跑了 跑了全部都跑光了 其他同盟没管 所以说今天听证会头 他无法听证 因为他里面做的事情的话 除了强调什么都撤军以外 其他完全没管 底下连自己人 连友邦 连很多他们帮他们做翻译的人 现在阿富汗非常惨 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他们的鸦片 是他们的出口量的 成长了65% 然后那个恐怖袭击 非常非常有办法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怕这个 你想再来 再来塔利班还是打赦你 没办法 因为他们本身 就是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所以说美国动不动 就出兵这一套 你叫他试试看 我希望美国赶快派兵到墨西哥去 你就知道厉害了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好